其实我很喜欢祖国的文化 五千年文化 很幸运的是我会做一些 就是这种国潮类的东西 就是比较在行 对对对 然后所以我们再慢慢成立了 我们的国潮设计师品牌 在广州海珠区一个科创园里 澳门服装设计师丁真和合作伙伴陈思亮 租了一间约300平方米的办公室 该空间整体以白色和灰色为主 看起来简约大气 直播间里模特正在聚光灯下 展示一件国潮风黑色卫衣 这是丁真新进尝试的设计风格 他想借此打开内地市场 就是因为广州是服装 比较密集的一个地方 然后所以呢 我觉得这边资源 各方面资源 真的是很优越 所有的布料 辅料啊 包括所有的服装啊 包括工厂啊 还有打板师啊 都聚集在这一起 觉得对于我们来说 真的是天堂来的 从小对色彩图案敏感的丁真 对服装有着自己的热忱 他有记得一次母亲找裁缝师傅 给弟弟订做了一件马甲背心 看到成衣后 他爱不释手 2018年丁真开始在澳门生产力 即科技转移中心 学习服装设计 丁真坦言 这段时光让他掌握了 从一块布料 到一件成衣的整个制作过程 同时也让他的服装梦 重新燃起 我觉得能让别人穿上 我做制作的衣服 他那种女性很开心呢 然后觉得自己很漂亮 很漂亮的时候 特别开心 那种幸福 就很能满足 能让我一直做服装的一个动力 凭借独特的设计 丁真曾多次获得 内地与澳门的服装设计奖项 其中在第29届汉博奖大赛中 丁真的获奖作品《韵》 将乐剧 澳门莲花及水纹等传统元素 进行图案简化设计 创作概念上结合了现代流行设计 中西柔和 别有韵味 然后这旁边呢 是一些丁线绣 然后这个是潮州的一个卷针绣 丁线绣跟卷针绣 然后绣口呢 也是一个丁线绣跟一个卷针绣 我的都是产现在细节上 然后这些都是一些绣法 然后这边呢 就是用机器做的一个柴片 然后把它拼接成这一整套衣服 整个造型呢 它是属于一个比较时尚的一个造型的 就是它 就是现代的一个造型 它没有像古代那种比较繁复的 近年来随着一轮轮国货消费热潮持续升温 借助国潮风的兴起 2022年 丁真宇合作伙伴陈思亮 也创立了自己的国潮服装设计品牌 目前已推出三十余款国潮风卫衣和短袖 Minal呢是代表现在当代年轻人对待一种生活态度 勇于挑战自己的一个精神 然后呢就是把我们中国元素呢 像一些什么史诗文化啦 就狮子文化啦 跟一些中国制 然后跟我们的品牌英文名相结合 就然后我们上特别写出了一个字 中国制造 就是我们对中国文化的抵御 我们都已经 就是我跟我的合作国家都很喜欢这些东西 如今随着创业逐渐步入正轨 丁真和团队也搭建了自己的直播间 记者日前在直播间看到 每件设计的衣服都印有中国传统文化元素 比如梅兰竹菊系列短袖 水墨画和汉字结合 兼具传统与时尚 那我很开心就是大湾区这种 这种大平台呢 给的我们这些创业的青年啊 创业的设计师啊 都给予了一个很大的一个平台 去让我们展现自己的才华 我是对服装是非常有一个热忱的 因为服装梦 包括我的品牌 我以后想打入巴黎时尚之后 我都是有一个梦想 这个对每个时装 时装设计师都是一个梦想 对吗 但是我会吵着这个梦想去前进 对 我会吵着这个梦想去的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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梦想 我会吵着这个梦想去语言 然后 внеш着梦想去的梦想起来 那整个梦想去前进